在秦末汉兴的历史剧 熊八一方的诸侯王比比解释 然而只有刘邦成了最后的影响 在后人看来 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卓越的用人才能 那么刘邦在用人方面 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大结局 用人有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征讨天下的过程中 才华初衷的贤能之士 不断地加入到他的队伍中 这些人中文有萧和张良 吴有韩信 彭越 情妇等等 凭借着这些人的卓越表现 刘邦最终王秦 灭相 建立了雄霸天下的大汉王朝 那么在其他竞争对手 人才不断流失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才人物 纷纷投奔到刘邦的队伍中 甘愿接受他的指挥和领导 刘邦在识人用人上 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大结局 用人有道 我们这一集专门来讲讲刘邦的用人 我觉得刘邦的用人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是一双好眼睛 第二是一对好耳朵 第三是一副好头脑 第四是一支好队伍 第五是一个好心态 这五个好能够概括刘邦在用人上的许多长处 我们先说眼睛 因为用人的前提是识人 如果你不识人 你敢用吗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有某一方面的才能 你能用吗 所以用人的前提是识人 识人要依靠眼睛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双慧眼 这非常困难 识别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 你比如说 刘邦识别韩信 很不容易 韩信做一个军事奇才 投奔向梁 向梁不认识他 改头向羽 向羽不认识他 转到刘邦那 刘邦不认识他 没有人认识他 是个奇才 一个人有才华 是需要被别人发现的 被别人发现的过程很难 甚至于说很长 是刘邦发现了萧和 相信萧和 相信萧和的忠诚 相信萧和的才华 也相信萧和的慧眼 是在萧和的鼎立推荐之下 先任命韩信做大将军 登坛败将结束 才找韩信谈话 谈完 才确信萧和说的是真的 你和韩信多有才 那比我们的才大得多 韩信不能证明自己有才 我们何德何能 能证明自己有才 非常困难 人生最困难的是证明自己 所以刘邦手下三杰 萧和是最早证明自己有才华 有忠诚 刘邦最早忠用他 张良撞上了刘邦了 投奔他人的 路上碰见刘邦 那就跟着刘邦 跟了一段刘邦发现很能干 韩信是最晚证明自己的 所以眼睛是用来食材的 一个集团的领袖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最重要的是要一双慧眼 那么眼睛干什么 刘邦用他的眼睛 怎么来认识人才 我讲两点 第一 刘邦把人才分级 你看我们知道 现在世界上对很多人 国家单位有一个信用评级 一旦你出现问题了 把你的信用评级的等级降低 有好的业绩了 把你的信用评级等级抬高 他有一个等级的评定 他识别人才 他又要看两点 第一个有没有才 第二个有没有德 德就是忠诚可靠不可靠 这个才好办 有大才 有中才 有小才 有专才 大才 大才 大用 中才 中用 小才 小用 专才 专用 德怎么考虑呢 怎么考量 是不是可靠呢 刘邦有他的办法 当然刘邦没有说 司马迁也没有说 我看完以后 我给他总结了一句话 刘邦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可靠 就是一点 能力 你有没有能力威胁到我 假如你有能力威胁到我 那你就不可靠 你有能力极大的威胁到我 那你很不可靠 你完全没有能力威胁到我 你可靠 大家听着笑 实际上刘邦就这样干的 这个并不光明 但是非常高明 他就这样来看的 那么他手下的人他怎么办呢 韩信 大才 才干太大 本事太大 战功卓著 无人可比 所以刘邦对他最不信任 怎么办呢 叫大用 大仪 和他类似的 还有彭越 还有情部 都是才华出众 战功卓著 封一方诸厚 但是都不信任 这叫大用 大仪 萧和呢 萧和有才 萧和也有权 经营官中经营得非常到位 萧和又非常忠诚 但是刘邦一生三次猜忌萧和 这我们都讲过 不举例子了 他对萧和的办法是大用 小仪 毕竟他还是了解他一点 虽然大用 但是不断的有一些小的不信任 张良呢 张良大才 肯定要大用 这个人医生 他不带兵 光出谋划策 身体又不好 他经常请个病假 对刘邦没有任何威胁 手下没有一兵一卒 大用 不宜 周伯 冠英 夏侯英 这些人 叫忠才 而且这些人呢 手里的权力 都不足以对刘邦构成威胁 所以刘邦对他们 是重用 不宜 宜和信 都取决于刘邦的认定 刘邦的认定 又取决于刘邦的判断 刘邦的判断 又取决于臣子的表现 和臣子的能力 第二 叫用其所长 一个人总有自己的特长 那么你要用他的所长 张良会出谋划策 当谋士 萧和会治国理财 管理观众 韩信会领明打仗 去打仗吧 李一级会游说 那嘴特别会说 那当说客 陆家不但会说 还会写 那就写吧 写新语 写一篇 我看一篇 他是什么人才 用在什么地方 考虑得很清楚 该用谁用谁 这叫用其所长 不过 当然刘邦也有 看走眼的地方 他对谁看走眼的 对他老婆 他看不懂女后 所以刘邦是一个看懂男人 而看不懂女人的皇上 看不懂女人 这不是刘邦一个人 是很多男人的痛病 第二点 叫一对好耳 刘邦不当有一双好眼 还有一双好耳子 为什么说到好耳子 我举三点 第一 善听下级意见 第二 善听不同意见 第三 善听谁的意见正确 这三条都不容易 比如说善听下级意思 我们举一个例子 楼敬 楼敬是个什么人 宿族 按照我们今天说法 叫普通一兵 刚入伍的一个新兵 要见皇上 刘邦都见了 然后楼敬说了一番 洛阳不适合作 都城应当建都长安 刘邦将进将议 张良在议 论证 支持楼敬 刘邦 当天遣读 能听下级意见 非常困难 一般来说 一个普通的士兵 是见不到皇上的 一个普通士兵 难能见到皇上 在很多单位中间 你去见一个单位的一把手 都还比较困难的 刘邦不但见 而且听 这就是这个人的长处 好耳的 再一个 楼敬 不是一个特例 刘邦一生就听过 楼敬这么一次话 那不算本领 那不算耳道好使 那叫例外 关键是刘邦一生遇到过好多这种事 你比如说他打南洋的时候 他听了南洋郡守一个门客叫成辉 给他提出来 不要硬打 用约翔的办法 什么叫约翔 就和平解放 把他军队一收走 然后不杀他 再封这个官 替你守着城 躲好来 然后你这样一做 其他的城跟着仿效 这样你收罗了很多兵 而且这些城都不抵抗你 顺利的入关 那就谁给他提的意见 南洋郡守的一个门客 给他提的一个意见 他听了 这叫善听下级意见 第二条叫善听不同意见 这个不同意见是很难听的 为什么 叫忠言逆耳 当然听了不高兴了 你比如他一入秦宫 他想住在秦宫里边 刘邦是从小是个亭长 他住那房子 我觉得他不会是多高级的房子 能是南北通透的都不错了 但是你看刘邦 到了秦志皇的宫殿里边 他就想住下来 那人就劝他不能住 他最后听了 那个宫殿 我们到故宫看看 那多好 想住到那里的人太多了 但刘邦最后是听了 出来了 这很不容易 非常难 再比如 有一件事 我们可以说一下 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 在论功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说那些俘虏 书中是最没有用的 有用的 这是领兵打仗的 俘虏最没有用 结果有一个人站出来 这个人叫隋和 也就是策反秦部的那个 那个说客 他站出来 他说那不对 你说俘虏没有用 当年你派五万人 再派上五千骑兵 你能把九江王秦部打下来吗 刘邦说不能 他说你五万步兵 五千骑兵 你打不下的一个九江王秦部 我呢 一个人带了二十个隋从 到哪去 一说九江王秦部 归降你 汉王了 我当年一个人起的作用 顶得过五万步兵 五千骑兵 你为什么说俘虏没有用呢 当场反驳 刘邦 结果刘邦听了以后 马上说了一句话 五方徒子之功 刘邦说什么 我正在考虑你的功劳 实际上他早忘了 人家一提的想起来了 当年确实隋和立了个大功 隋和这一说 马上任命隋和 护军中尉 封关了 这叫认账 这叫听取不同意见 这也很难 第三 善于听出来谁的意见正确 这个当领导的最难就是 一旦讨论那个事情 是众口难调 各说各的理 哪个意见最正确 你能一下子就分辨出来 在众多的声音中间只有一个声音是正确的 或者说在大家都一致的时候 你能判断出来 所有的人意见都一致 但是意见不正确 比如说有人告韩信谋反 底下所有的将领都说 坑树子耳 赶快发兵 把他灭了 刘邦一听知道 尽管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 刘邦知道这个意见绝对不正确 这中间嗷嗷叫的 没有一个是韩信的对手的 所以立即否定 找陈平潭 用陈平的计把韩信解决了 他能知道谁的意见正确 谁的意见不正确 不是多数就正确 绝大多数也不见得都正确 全体一致可能全体一致都错了 这是需要好耳朵的 刘邦就有这个本领 第三 一副好头脑 这个好头脑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邦懂得放和收 他用了那么多人 他知道该放权的时候要放权 该收权要收权 楚汉战争的时候他放手叫韩信去打 但中间他收了三次 第一次灭了魏国 刘邦到哪去了 把他的军队调过来 第二次灭了赵国 刘邦打了败仗 带了一个随从夏侯英 两个人过去了 把人家二十万精兵带走了 第三次 韩信带了三十万精兵 灭了项羽 刘邦到韩信的军队 立即把三十万军权收了 该放的时候 放手让你打 打完以后 我不断的抽你的血 你想韩王信也是如此 楚汉战争未灭的时候 对他非常放 楚汉战争一结束 赶快搬迁 从河南的洛阳一切都给他迁到太原的北边 该放就放 该收就收 收放自如 这叫慧永仁 这叫慧永仁 当然 这谈不上很光明 但至少说还比较高明 人家刘邦也不追求光明 人家要追求的就是高明 第四 一支好队伍 刘邦有一支好队伍 这支队伍中间有军事家 像韩信秦布 彭越 周伯 夏侯英范快 万英一批军事家 另外有一批政治家 谋士张良陈平 还有最能治国的萧和 有谋士 还有理论家 像陆家 在刘邦的队伍中 有一大批才智卓越 涌贯三军的能人 他们大都来自五湖四海 由老家风配起兵 带来的老班底 有半路加入的 有的来自敌方阵 在西纳人才方面 刘邦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 然而在王立群先生看来 刘邦在对这些人才的使用上 并非等同是之 其中有一个核心集团的人才 最为他所倚重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集团 他又反映了刘邦怎样的用人策略呢 这个核心集团 我们叫它封配故人集团 来自封义 配县的老朋友 老乡 这个集团的 这就是刘邦最核心的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在刘邦的集团中间起了什么作用呢 凝聚人心 稳定队伍 两大作用 所以刘邦的军队无论是打胜仗打败仗 遇到多少挫折 有多少人叛逃 有多少人阵亡 他始终有一个核心 打不散 打不垮 这个核心 就封配故人集团 这个封配故人集团 在刘邦的心目中间地位很高 而且在后来封侯的时候 他们占的比重很大 因为他参加革命早 战功多 所以最后他封侯的比例也很高 刘邦当了皇帝以后 就把封配故人集团安排到他的政府中间去了 我们举三个重要职位来看看 相国太尉御史大府 相国太尉御史大府并称为三公 是最重要的三个职位 相国是先后谁担任的呢 萧和 曹参 王陵 陈平 然后是张仓 从刘邦的第一任相国 一直到汉文帝的丞相 陈平 张仓 在这些人 做相国的位置上 你算了算 只有陈平和张仓 不属于封配故人集团 其他都属于封配故人集团 这个最重要的行政权力 他是交给他的核心集团的成员来把握的 我们再看太尉 太尉是最高军职 轻易不设太尉的 但是你看一看 刘邦在他的政府中间设了太尉 先后担任太尉的有谁呢 第一任 卢婉 就是和他居同礼生同日 学同时卢婉 当然后来叛变了 封燕王以后叛乱了 卢婉 周伯 冠英 这三个人是掌军权的 全部是封配故人集团 你再看余史大夫 余史大夫是三公之一 号称为副相国 副成相的 第一任周可 在行阳保卫那中间死了 他死以后他的堂弟周昌担任 周昌以后是周昌手下的一个官员 叫赵瑶担任 再往后是任敖 再往后是曹柱 曹柱是曹参的儿子 再往后张藏 这一拨人中间 绝大多数属于封配故人集团 这中间有一个人 大家可能就有点忘了 叫任敖 任敖这个人 不但是刘邦丰配故人集团的成员 任敖这个人还在刘邦犯了案子 刘邦逃了 然后吕志替他顶罪坐了牢 吕志坐牢的时候 受到监狱的余力的羞辱 任敖就挺身而出 把余力给揍了一顿 保护吕后 就是他这一个 于斯大夫担任的这些人员 绝大多数也是封配故人集团的成员 可以说 刘邦这个封配故人集团 是刘邦人才集团中间最核心的一个成员 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他有一个稳定的核心 他又接纳了五湖四海 这五湖四海的人给这个核心集团的人还能够融洽的融为一体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刘邦把他做到了 异性诸佛王也是个个有才的人 绝大多数都有本领的人 刘邦对异性诸佛王是怎么处理的呢 怎么看待的呢 其实刘邦对异性诸佛王是区别对待的 他把异性诸佛王分作两类 他最视为对手的是楚王韩信 梁王彭越 淮南王秦布 这是他一定要除掉的 这几个人能力太大 兵力太强 战功太大 威胁也太大 这是他一定要除掉的 其他几个他是区别对待的 比如说赵王张尔 赵王张尔第一才能平庸 赵王张尔给刘邦又是亲家 赵王张尔的儿子张敖就是刘邦的女婿 所以刘邦对张尔 张敖父子基本上是信任的 另外还有几个王像长沙王吴瑞 燕王张图 这两个王 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 长沙王在南边 长沙国很小 没有实力 而且长沙王的父子 几代人都极力的迎合刘邦 刘邦对长沙王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让他们一代一代传过 一直到自生自灭为之 燕王张图 力量很小 韩信要打他 他就投降了 整个楚汉战争 燕王张图是置身事外 没有参与 基本上是没有参与的 所以刘邦对燕王张图 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看在眼里 把他边缘化的一个诸葛王 他真正要防的 是韩信彭月秦布这三个王 所以他首先是杀韩信 接着杀彭月 最后是灭秦布 这三个是他重点的 赵王张尔一早就死了 他的儿子张敖 因为卷入一个谋杀案 最后证明不是他的主谋 那也不能做王了 把他降为侯 张图后来是叛乱了 那么最后把张图给灭掉了 长沙王最远 力量又小 一直在逢迎刘邦 刘邦就让他保存下来了 所以刘邦对诸侯王应当说 他采取的异性诸侯王 他采取的策略是区别对待 重点打击区别对待 用这八个字来处理异性诸侯王 而他消灭异性诸侯王所依重的 就是封侯集团 英公封侯集团是他义重的力量 最后一点 第五点 一个好心态 刘邦用人我们讲的那么多长处 取决于他的心态放得很平 刘邦有什么好心态呢 我讲三点 第一点 勇于向臣子认错 认错很难 特别是当了皇帝要认错 更难 要皇帝向大臣们认错 那是难上加难 刘邦敢认错 我们举一个例子 楼静 我们讲过这个人 楼静阻止刘邦去给匈奴决戴 他说不能打 匈奴一定有诈 刘邦不听 他认为楼静 当时已经改名叫刘静了 说刘静是败他的军威 把刘静关起来了 把刘静关起来 就准备打完仗回来 要杀刘静 结果刘邦到哪一去 果然是中了匈奴的包围 被人家四十万大军围在白灯山 七天七夜出不来 最后出来以后很狼狈 出来了 回来以后 立即向刘静道歉 封刘静为见姓侯 向一个臣子认错 太难了 这里面有两个难解决的问题 第一 自尊 第二 面子 人都要面子 领导更要面子 大领导特别要面子 谁的地位低 谁不怕面子 地位越高 越讲面子 你像刘邦贵为天子皇帝 他能向刘静认错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再一个 向萧和认错 他平定情不判断 回来以后不是把萧和抓起来 抓起来刘静 萧和说 你皇家园林太大了 那么大的皇家园林 你一年要打不几次猎 把它开放了 让老百姓种地 粮食归老百姓 那个节杆留下来 做野兽的食物多好 刘邦就误认为萧和是讨好老百姓 这一点是最麻烦的 就是多疑 其实萧和没有这个心思 但是刘邦认为萧和有这个心思 而且这个人一旦被别人怀疑以后 往往是很难洗刷干净的 怀疑 所以把萧和关到监狱里去了 最后还是一个王位为替萧和说话 把萧和放出来了 放出来以后 刘邦就向萧和道歉 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向萧和道歉 认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敢于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 这个我不再举例子了 我们前面讲过刘静 劝他不要去给匈奴打仗 匈奴是示弱 他背后有诈 当刘邦向刘静承认错误的时候 实际上是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敢于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 这也是用人的一个关键 你为什么要用人 是因为人家在这点比你高明 如果你比所有人都高明 你还用的都用别人吗 用不着了 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这一点很难 这还是两个东西作祟 一个叫自尊 一个叫面子 但是刘邦就说了很清楚 你比如说他说韩信 连百万之众 战彼胜功彼取 五不如弹信 他前面还说过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万 五不如子房 还有五不如萧和 你看三个不如 不是承认比别人差吗 承认自己能力不如别人吗 这作为皇帝都是很难做到的 刘邦有这个好心态 他才能接纳一大批人 在比如红雁中间 张良问刘邦一句 让刘邦很难回答的问题 廖大王氏族足以党相亡乎 你估计估计你手下那点人 够人家向你咋吗 佩公默然 悦 忽不如也 默然 不坑了 沉默了半天 承认本来就不如别人 这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再比如 韩信在汉中对策的时候 也问过刘邦一句 让刘邦很难回答的问题 大王自料 永汉人强 属于相亡 你估计一下 你的仁义道德 你的强悍 你的勇敢 和相云比怎么样 问了刘邦又是 汉王默然良久 悦不如也 一般的领导 你要这样问他一句 他不是默久 是立即发怒 他会反问一句 就你能 但是人家刘邦默然良久 最后回答 不如也 故不如也 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这叫一副好心态 有这个心态 你前面的眼睛耳的都管用 一旦心态变坏了 眼也瞎了 耳也聋了 什么都听不清醒了 什么都看不见了 归根结底 一副好心态 这个好心态很不容易 所以刘邦最后的成功 是时代的选择 也是刘邦个人努力的结果 刘邦是中华民族的时事英雄 也是大汉帝国的缔造者 他的一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大风歌系列到此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二十五岁 创造破骨沉舟的战争神话 二十七岁 成就分封天下诸侯的西厨妈妈 下面 这位司马迁笔下的千古英雄 有着怎样的人生遭忌 又是一种什么力量 支撑他走向英雄的成长轨迹呢 佛家行政学院李清全博士 为您精彩讲述英雄教育第一集 我们一致有情 我们一致有情